国军上将抗日牺牲后,子女沦为乞丐,蒋介石羞愧难当。 1938年,毛主席在延安追到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说, 他使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,证明中华民族,绝不是一群绵羊儿是富裕领族,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。 毛主席称赞的这位将士名叫郝孟玲,他在对日作战的新口会战中壮烈西省, 年仅39岁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,后来他的抗日事迹还被列为小学课本中。 郝孟玲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高城县,由于家境贫寒, 只读过三年的私塾就被迫到杂货店做学徒不紧工作,辛苦而且经常受到黑心老板。 郝孟玲带人无可忍之,下郝孟玲投奔送军魏义三部当兵魏义三剑, 他勤奋好学,就把郝孟玲送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, 为以后的军人生涯,打下了基础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。 郝孟玲就在魏义三的部队里当任营长, 后来又跟随魏义三投奔了冯玉祥任二十六军旅长, 在北伐战争中郝孟玲作战勇敢多次立下战功。 1930年跟随冯玉祥参加了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, 升任第九军军长中原大战后郝孟玲跟随了蒋介石但他对打内战, 极为反侃1934年,蒋介石反动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, 围剿。 郝孟玲拒绝执行命令,请求结甲归田, 但是没有蒋介石批准在此后只要是蒋介石打内战, 郝孟玲都要求结甲归田, 但是都没有被允许。 1937年,卢沟桥事变, 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的清华战争身在四川的郝孟玲, 立即请求回去对日作战。 此时燕门关已经失守日军版袁征四郎, 集中全部精锐部队,准备大规模进攻新口。 1937年10月11日新口战役正式打抢日军为了这次战役下了血本飞机大炮坦, 克等最先进的武器全部都用上, 这因为没有制空权郝孟玲, 只好白天带着部队掩护起来等待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一停下来, 就发动孟玲的反击其中一块二。 04高地郝孟玲与日军反复争夺, 了13次可见战斗之激烈16日凌晨5点时郝孟玲准备乘胜追击。 就在距离敌人200米处不幸, 被机枪击中壮烈牺牲, 虽然这次战斗最终失败了, 但是好孟玲不为牺牲的精神沉重的打击, 那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战斗前好, 孟玲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, 她立下遗嘱, 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于世界上故成功, 不必在我我先牺牲, 只要有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, 我牺牲有荣卫军人者为国家战狼死, 可谓得其所以在遗嘱中好孟玲时, 分店给自己的几个孩子, 尤其是他们的教育问题, 然而在好孟玲牺牲以后由于平时为官亲连他的家庭 顿时陷入了困境武汉尸首, 后好孟玲的妻子独子, 带着几个孩子到街上叫卖茶水微生十分凄惨, 几乎沦为乞丐还是逢玉祥移, 是在街头遇到了几个孩子。